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黄景瑜投诉迪丽热巴怀孕相关视频,网友质疑是变相承认。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瓜,这么多天不仅没有烟消云散,反而赚得更凶了,日前,某视频网站有A主称,自己一条黄景瑜相关视频,收到对方的举报投诉,而投诉理由不是捏造虚假消息,竟然是侵犯肖像权,让不少网友怀疑是侧面证实两人恋情瓜。 尽管最近娱乐圈处于多事之秋,各种瓜层出不穷,但架不住黄景瑜和迪丽热巴两方三番两次骚操作,虽然表面上工作是严正声明告了黑粉,但还是有不少网友好奇此事。 在各个平台这条消息都属于热门,短短数日播放量就达到了200多万,妥妥的热门,然而UP主还没来得及享受热度,视频就被黄景瑜方投诉下架。 根据视频内容可以看出,这位UP主此条视频只指迪丽热巴和黄景瑜恋情瓜,那么黄景瑜方应该以诽谤投诉,但黄景瑜方却以侵犯肖像权作为投诉理由,此举让网友怀疑是变相承认。 不过黄景瑜的粉丝很快给出解释,表示根据平台规则,以肖像权为理由举报能够更快下架,而黄景瑜方还在收集证据,等准备齐全会以诽谤罪名起诉连着这。 也不能怪网友不相信黄景瑜和迪丽热巴的说辞,一方面近期迪丽热巴不知是因为装造还是什么原因,的确看上去疲惫得很,另一方面随着越挖越深,黄景瑜的众多黑料也浮出水面,他的说辞已经不能取信。 黄景瑜不仅被前妻实锤曾已婚,疑似婚内出轨,家暴,而且还被曝出和很多女子暧昧不清,甚至还有可能傍富婆,之前便有网友扒出11年前的旧照,照片中的黄景瑜看上去还带着几分稚嫩,但已经亲密地拥抱着身边的中年女子,而这位女人,更有知情人士透露,这位中年女子是一位富婆, 照片中的黄景瑜不仅和她亲密互动,还共同用一个吸管喝饮料,棒富婆的标签也贴在了她身上。 不过很快又粉丝解释,这位合影中年女子不是什么投资商富婆,有血缘关系的那种,而是黄景瑜的姐姐,她只是在参加一场亲友聚会而已。 即便如此澄清,但是黄景瑜出道以来资源一路逆天,背后有金主撑腰的说法也由来已久,这次不过是借着和迪丽热巴恋情的东风又被挖了出来而已, 不过这些粉丝都不会相信的,毕竟黄景瑜出道以来一直出演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硬汉形象,死底下却是私生活混乱,这差别太大。 不忠于感情的男人,粉丝也接受不了,所以迄今为止也只能赚一传,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,但近段时间因此黄景瑜也消磨了不少路人员。 至于迪丽热巴这边,宣传放出的照片还令人怀疑,虽然三月份她有限下出席活动,本身就因为许久没有禁足惹人怀疑, 或许可以现场澄清绯闻,已经完全错过了公关的黄金时机,恋情传来赚取有不少粉丝信以为真,已经影响到她的商业价值。 这个挂估计暂时不会消停,尤其是在这个娱乐圈遍地结瓜的时候,再爆猛料,到时候我们就等着拭目以待,看看二位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绯闻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